《生临奇境》中那些瞬间让你露转粉,粉转脑残粉的演员都有谁? 赵丽心老师在圈内很有口碑,但是也属于那种戏红人不红。 如今在《生临奇境》中的表现让不少人惊艳,尤其是四国语言更是说得溜到飞起。 经过了解后才发现她的人生经历真的是牛到不行,让不少人纷纷从路转粉。 依正可谓是一出场就自带音效一件眉。 依正作为年轻演员,也和周依偎等人一样,都是想要靠作品说话,不喜欢吵飞闻。 出到多年作品有很多,演技也是受到不少人认可,但就是人气不高。 当人熟知的也就是所谓的一件眉男孩。 而在《生临奇境》中所展现的实力,也让不少人路转粉。 很多人小时候都看过韩雪的戏,也可以说是她的半个粉丝了。 以前大家对她的印象最多就是人长得好看,靠着背景演戏,但是没想到她的台词功底如此强大。 连赵立新老师接受采访时都说没想到她的成长如此之快。 有些韩雪的路人粉,也都纷纷表示从此以后分转脑残粉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舞 里面有始 weren't。 受采访时东的离听 treasures。